大家都知道,如今房产税已经不是会不会实施的问题了,而是什么时候会正式出台? 尽管专家一再分析,认为房产税无助于降房价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即房产税增加了持有成本,原先炒房客可以无成本的囤房。 现在可能不行了,需要注意的是,对于持有优质房产之人而言,或许房产税即便增加了成本,但最终可能转嫁给买房人。 对于只有一两套房产的普通家庭,估计几乎也没什么影响,但对于持有非优质,且多套房产之人而言,却可能损失惨重。 因此,房产税一旦实施,有四种人或将损失惨重,或者说,房产税究竟对哪些人有影响,这四种人或将心惊肉绍。 接下来,就和大家聊聊这一话题,看看有没有你。 第一,投资三四线房产的人,三四线楼市至少有两大危机,一是房价收入过高,二是人口支出外流。 所以,三四线楼市未来堪忧,转手可能比较难。 所以,房产税一旦实施,很多人可能会抛售,转手可能更难,甚至要降价干手。 当然,三四线也有优质房产,但总体来说,大量只有三四线房产的人,还是很危险的。 第二,投资蓝图中心城的人,蓝图之中的心城,有三个特点。 即,配套不完全,离成比较远,无居住氛围,房产税一旦实施,持有这一类房产的人,该交税的还要交税,却很难加价转手,原因很简单。 这一类房子没有唯一性,周围,到处都是,通常来说,新区的房子,一概就是一大片。 第三,投资旅游养老房的人,旅游地产,养老地产,名字看起来不一样,其实,用地性质几乎都是住宅。 所以,房产税一旦征收,那么这些房子就跑不掉,这些房产有二个特性,其,移住的时间少。 二,和进行有关,也就是说,如果投资一套自用,估计还不如住宾馆划算,如果投资多套出租,可能也会遇到旅游季节性的问题等。 第四,超承受能力炒房的人,房产税一旦实施,对于普通炒房客而言,除了每年多交一些房产税之外,基本没什么影响。 但对于家高感,超承受能力,负债率很高,却又疯狂炒房的人而言,这就不是好消息了,一套房子的房产税不高,如果十套,如果再更多的呢? 尤其如果投资了不好转手的房产,房产税可能真正一些炒房客损失惨重。 DM的脸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